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东北季风最强的时间已经过了 星期二随着时间 东北季风的强度在逐渐的减厚当中 因此北台湾包含北部东北部的云层 逐渐的减少 而且随着时间 星期三很可能云层还会更加的少 阳光露脸的机会很高 不过天气是属于温差比较大的情况 详细的情形 首先透过卫星云土向大家说明 云土上可以看到 原先滞留在台湾北部东半部的云层 随着高风气流也正在逐渐的离开当中 而明天的天气形态 随着影响台湾的高气压 慢慢的向东移动以后 台湾附近的风向会由原来的东北风 转成东风 甚至后天会转成南风 因此在气温的变化上 会一天比一天来得更加的温暖 而明天北部中部南部地区会呈现多云到晴的天气状况 只有宜兰花莲台东这一带有机会出现局部短暂雨 不过西部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有机会出现局部的雾 往返离岛搭机 请注意班机起降的情况 以上向资料由中央向局提供 明天东北季风就会减弱 气温回升 各地大部分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 我们来看看各地的气象资料 北部地区的基隆是多云19到26度 其他地方是晴时多云20到27度 而在中部的苗栗台中 彰化南头和云林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 气温最低19度最高28度 南部的嘉义台南高雄和平东也都看得到阳光 气温是20到29度 东部的宜兰花莲和台东都是阴有雨的天气 气温是19到27度 外岛部分的澎湖和金门是晴时多云 而马祖是多云的天气